环境 我们那个五克松的篮球馆 现在是我们育营来负责育营的 那么在那时候呢 我们篮球场里面 也是照着同样的气氛 灯光 座位是最好的座位 有包厢 对 然后呢中场有拉拉队表演 灯光音乐 包括广播讲的话 都是我们希望的 把这样子一个具有青春活力 具有一个娱乐性的 但是跟体育能够结合起来 所以变成一个文化体育活动 因为我们中国是比较保守 比较文虚的一点 其实的确 中国文化跟美国文化有不同的 可是我觉得在篮球上面 它其实是一个全球的语言 我举个例子 中国人现在在这个 喜欢当时 敖民音节年 都最喜欢的球员 但是中国人对科比 对勒布朗斯 对韦德 对这次灌篮的第二名的 这个Howard 大家都很认同 也很认知 所以对体育的爱好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Universal Line 也就是全球的一个共同的语言 这一点没有变 但是他表演的方式 文化上的确是有一点差异 因为外国人 通常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他的表演是比较奔放型的 对对 我们敖民音节年还是比较内序的 比较内涵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 你看这几年敖民在美国的 他现在慢慢大家也认出 他是一个 不光是只是一个东方人 大家认同他是 他带东方美德的一个领导 对 领袖 他能够说 大家哪里打不好 他自己出来 当代头来 他又有自信 对对 他能展示出我们东方人的这个 很担救团队纪律 但是他同时在东方里面 他还在西方里面 他也能当老大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虽然是有这个差异呢 但是他有很多文化 是本质相同的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五年 能够开一千家 那NBA你们往前 有些什么计划在中国呢 我们有几个 比较有趣的事情 一个是我们 想开NBA的专卖店 因为我们看到了 那么多球迷 有时候很喜爱这个 那很多人有时候 会买到假的东西 特别算是让我们有意趣吗 对 我们也希望能够 在线上 同时在商店里面 有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五年 能够开一千家NBA端卖店 第二个我觉得 我们一个特殊就是说 篮球离不开好的环境 我们每年都有 两个NBA球队来打球 因为在美国 那全民心三郎 整个娱乐气氛 是非常之高 我们去年来 有个牛叔表演是怎么样 一个女的上来 一转就换一件 一套衣服 一转换一套衣服 非常的非常的热 我们 但是最亮点是啦啦队 就是我们讲场馆呢 我们出五科松以外呢 我们现在在上海 跟广州 我们也开始 做场馆的规划了 我们希望在中国 未来五六年 能有十到十二个场馆 我们来运营 来设计 来运营 我们跟美国的AEG 就是做美国的 这个多三级的 Stable Center 仁敦O2的公司 一起合作 那这公司很大 这公司是世界上 最大的一个 体育文化的一个公司 OK 他们拥有 大概七十个场馆 管理七十个场馆 他们也拥有 十几个球队 所以我觉得 这是非常好的 一个合作伙伴 那我希望能把场馆 在中国有一流的 多功能的 不但是打球 也可以做娱乐 也可以做溜冰 也可以做家庭娱乐 办活 所以我说我给人拉 过去拿了 休大饭 哈 反正三级 有说他来 是更大了 对 公司上面 其实是最好的 外国人拿到东西 不能看英文 好的 谢谢